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亦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廖仲凯先生 我们继续来讲廖案 廖仲凯被刺杀一案 对于广州革命政府的影响 上一集呢 我们讲完了廖案 对于广州政坛的影响 那么今天这一集开始呢 为大家讲讲廖案 对于广州军事格局的影响 李福林他所举报 到了大唐会议 从实际情况分析 这是粤军军官们的一次巨谈 当时李福林 魏邦平 梁洪凯 张国珍等人 对于邦 廖 许 蒋 歼灭 刘洋 改组政府 内心存有不满 当廖仲凯和蒋介石 派黄埔军校的学生 搜查赌管的时候 又与李福林的扶军 发生了冲突 双方拔枪相向 关系十分紧张 李福林非常担心 他会像杨柳一样 遭到被歼灭的命运 可以想象 这帮人当时的谈话 非常的出格 借着九姓 什么反叛反骨的话 都会随口而出 蒋介石给梁洪凯 魏邦平下的定语 是说他们与港英政府相互勾结 以梁洪凯为总司令 魏邦平为省长 阴谋推翻广州的革命政府 这是蒋介石对魏邦平 梁洪凯下的基本的定义 汪精卫和蒋介石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基本相同 但是到了国民党二大的时候 陈公博那篇 廖案检查经过报告 仅仅将魏邦平和梁洪凯定义为 失忆军人 并没有将他们列入 廖案的人犯名单 甚至连勾结港英政府 谋副政府这八个字 也没有提及 这种转变 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 梁洪凯等人 在给了一笔 相当于救赎金以后 已经获得了释放 据罗毅群回忆 梁洪凯等五人 总共献出了报销费 33万元 梁洪凯的弟弟梁振凯 曾经说过 一共交款是16万元 那么数目虽然出入比较大 但是不论多少 梁洪凯等人 就是在交纳了今天之后 获得了释放 这是实有其事 因此申报在1925年9月24日的 国内专店里就说 在黄埔坚守梁洪凯之学生军一连 受莫雄 郑润齐的运动 巧思释放 黄埔之杨锦龙 谭启秀 林芝勉 梁世锋 文艺与梁洪凯同时逃脱 当然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 同样 广州民国日报 1925年10月12日刊出的 梁洪凯终身监禁的消息 也是靠不住的 所以 在廖岸这件事情上 梁洪凯等人 关于他们的罪行的幕后交易 非常的错综复杂 梁洪凯被释放之后 他与李福林合办房屋经费 获得了厚利 抗日战争的时候 梁洪凯还出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中将参议 广东省政府顾问 1956年死于台湾 所以从梁洪凯本人来说 属于雷声大 鱼点小 和蒋介石 汪精卫 达成了幕后的交易 所以 免于被追究罪责 可是与梁洪凯同案牵连的张国珍 广东南海人张国珍 他早年的与蒋介石 同在圆敏越军中 担任过参谋 与蒋介石 素有积怨 案发的时候 张国珍自辩 说他与廖仲凯被刺一案 没有关联 甚至说过 廖仲凯死 关我屁事 有人劝他逃走的时候 他也说 不用紧张 干嘛我要逃走 但是蒋介石 没有经过徐崇志的同意 就擅自逮捕 并且置张国珍于死地 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这当然也是一个谜团 而且被拘禁于 粤军总部的杨锦龙 梁士风 在徐崇志下台的时候 忘记将他们释放 蒋介石知道以后 又派人将此二人杀了 他们的死同样是不明不白 然而呢 在梁洪凯 张国珍等人被捕之后 徐崇志 他所遇到了麻烦 并没有过去 1125年9月5日 徐崇志奉命担任财政监督 不过几天的时间 蒋介石就向汪精卫告状 说徐崇志不顾大局 把持财政 心意限制本军的发展 可胜凯然 很显然 由汪精卫 徐崇志 蒋介石三人组成的 料案特委 这个时候只剩下 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 站在一起 自从8月25日之后 徐崇志实际上 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成为了边缘人物 始终没有能够走出 他所现身的困骨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蒋介石于9月19日 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 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堂 出动军队 宣布广州全市戒严 蒋介石派出的军队 包围了徐崇志的住宅 四面放枪 实行武力威逼 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 蒋介石给徐崇志 送去了一封偿信 以劝徐崇志不如暂离越境 其以3月施出长江 还归坐镇 恢复令明的口气 希望徐崇志能够立即去职 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人 替蒋介石辩解 说蒋介石想让徐崇志离开广东 是因为徐崇志不赞成北伐过长江 所以才遭致蒋介石的不满 说蒋介石为了攻心 但实际上蒋介石当时的这封信 写的是措辞强硬 咄咄逼人 在这封信里边简里是这么跟徐崇志说的 料案发生 阴谋暴露 而害党叛国者均为武兄所部 而武兄不引咎自责 幡然悔悟 知人之不明 用人之不当 竟酿成如此巨变惨剧 岂不可痛 斥责徐崇志空谈革命 口是行非 信用已失 名誉扫地 全文字字都是逼得徐崇志 下台的利人 徐崇志在拿到这封信之后 就给汪精卫打电话 问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当时的回复是这么说的 于虽一书生 但感信非威力所能屈 于绝不因在位数司令威力之下 便妄赞同蒋世此项措施 定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 汪精卫这个时候的态度 是完全明确的支持蒋介石 他甚至在对媒体发表谈话的时候 说如果党内外因为这件事情 不肯原谅蒋介石的话 他愿意与蒋介石共同分担 在蒋王二人如此明确的态度下 徐荣志只好卸直 在陈明书的护送下 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而越军第四师的市长许记 也被命令卸直随行 9月19日夜 蒋介石又逮捕了广东财政厅长 李基红和军需局长官道 理由是李官二人侵蚀国弊 接济反革命军 9月20日蒋介石又派出军队 在东晚的虎门 晚城石龙一带 分别包围追缴了越军第三师市长 郑润齐 第三旅旅长莫雄 所部的枪械 郑莫二人既没有沾 撂岸的边 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大唐会议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部署 却被戴上了一项 反革命军队的帽子被收拾了一干二净 而郑莫二人狼狈而逃 那徐中志 为什么就甘心情愿的任由蒋介石 将他驱逐出了广东呢 徐中志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说过 他说 孙先生去世不久 我若与蒋争论 不知者 亦我为党见不合 即我为权力而争 十余年来 我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 人民精疲力尽 谁能分别 唯有看他行见如何 革命事业 正与不正 自有公论 那时人人得而诸之 讨伐岂能少我一份子 徐中志当时叮嘱许记 与他一同离开广东 许记的态度呢 则是对蒋介石愤愤不平 他对蒋介石使用了 恶毒阴险 混淆黑白 甚于原事沉溺等 这样用词激烈的字句 可见许记的心中 是多么的不平 就这样 借助着廖案 许崇志被罢官窃职 他的粤军部下 被驱逐 被逮捕 被枪毙 部队被并吞 可以说 在廖案的查办过程中 粤军是被牵连最广 被打击最重的 广东军事势力集团 1925年8月25日 广州国民政府设立了 廖案特别法庭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 这个特别法庭正式成立 检查委员会 以朱培德 李福林 月森 吴点成 甘乃光 陈树仁 陈公伯 周恩来 陈福牧为委员 朱培德为主席委员 在审理过程中 适用的法律 为暂行的新刑律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还决定 不准廖案人犯 有延聘律师之权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候 检查委员陈公伯 公布了一份 本案人犯名单 主要的是 朱卓文 苏翰雄 吴培 冯灿 陈系 梁博 郭敏青 黄基 有间接关系的是 梅光培 林志勉 而胡一生 魏邦平 梁光海等人 并没有被列在其中 两案最终的判决呢 是将梅光培 郭敏青 送到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军法审理 梁博处于死刑 林一星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而郭敏青 经过军法处的审理 最后也被判处 处于急刑 而梅光培呢 在经过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军法处 军法会审之后 决定予以释放 另外除了国民政府 设置的 廖案特别法庭 以及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 军法处的军法会审以外 还曾经有为审判 梁红海 张国珍等人 组织过军事法庭 为审判林真贬 又组织过特别法庭 可见廖案的审讯 反反复复 非常的复杂 在整个侦查和审讯过程中 兴师动众 但最后廖案的判决结果 却未免给人一种雷声弹 有点小的感觉 很多内幕并没有完全的揭开 很多的谜团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那么再来说说 其他几个涉及廖案的 国民党重要的人物 他们也都是国民党元老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林志勉 这么强调一下 基本上涉及廖案的 除了粤军将领以外 其他国民政府的这些政客 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右派为主 我们之前很多的文学作品 和一些正史描述里面 把这些国民党右派都描述成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在背后耍阴谋诡计的小人 其实这完全是不正确的 大部分的国民党右派 他们都曾经 为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 不怕牺牲 历经险境 誓死报国 他们和国民党左派之争 是信仰和主张之争 他们的品行和个人操守 实际上是非常不错的 否则不会在国民党内部 有着非常高的威信 而林志缅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右派 他是在1910年春 经过胡汉民的介绍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在黄黄钢起义的前夕 林志缅就身在广州 他以一个米店作为掩护 储藏军械和火药 并且这个米店 也是起义的先锋队 集合的地点 他后来亲自参加了 黄黄起义 在起义失败之后 林志缅是躲藏到了 沙面的一间 阳福店内 甲冲该店的工人 这才逃脱了险境 武装起义爆发之后 林志缅曾经带着炸弹赴上海 准备与陈其梅等人 密谋炸死清军将领 后来是失去机会 才不得不回广东 二次革命的时候 龙继光奉袁志凯之命 率步入广东 当时广东的都督陈炯明出走 林志缅亲自率队 在岳秀山抗击龙继光的部队 后来因为失败 才撤出了广州 1919年 林志缅奉命到美洲 整理中国国民党党务 当选为中国国民党 旧金山支部总干事 他先后赴美国墨西哥等国的港口 组织了中国国民党 美洲华侨分部一百多个 1920年 孙春山领导了中国国民党军部 返回广东 急需军饷 正是林志缅在美洲筹得了巨款 保证了军饷所需 在陈炯明发动叛乱的时候 正是林志缅 让曾经行医的孙春山扮作医生 而林志缅 以自己母亲患病 需要看医生为由 说服了陈炯明部的港上 才使得孙春山 能够安然脱险 登上了楚御舰 后来又转往了永丰舰 因为我们可以说 林志缅对于辛亥革命 对于孙春山先生 对于中国国民党 都是有大功能 那么1924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时候 林志缅 坚决的反对国共合作 成为中国国民党右派中的 活跃人士 他曾经与邓泽如 联名上述孙春山 反对改组 两案发生之后 国民政府发布了 对朱卓文 胡宇生 林志缅的通缉令 但最终抓到了 只有林志缅一个人 林志缅根本就没想过跑 在被捕之后 林志缅坚决不承认 自己与暗杀 廖正凯事件 有任何关系 他说 我反对廖先生不假 但从来不想用 暗杀的手段 导料 与廖案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后来 朱卑德 关于廖案的 公判请求书 以及陈公博 在特别法庭的论告 都没有再提及 林志缅 对林志缅 涉及廖案 进行审判 是一个专门的 特殊法庭 因为林志缅的地位 非常高 而且呢 在审讯他的时候 必然要涉及到 有关国策的问题 这不是普通法庭 可以审问的 所以国民政府 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 审讯林志缅 地点呢 是在粤军总部 以朱卑德 谭言凯 李烈军 为法官 朱卑德 为审判长 在庭审过后 林志缅 被囚禁于 虎门炮台 127年春 在得到了 陈明书 吴志辉 和邓泽如 的营救以后 才获得释放 当时国民党 广州市党部 设宴 欢迎他出狱 称他为忠诚的 国民党同志 林志缅后来 一直是坚持 反对蒋介石的立场 他曾经和其他人 一起发出过 促奖下野店 痛疲奖 也是祸国殃民 纵容日本 蹂躏东三省 后来林志缅试 在1934年 11月12日 因为肺病 而逝世 廖案中 另外一个观念人物 也是谜团最多的人物 就是魏邦平 魏邦平在案发之后 出逃 据说呢 是得到了一对 德国夫妇的掩护 登上了 沙梅尔的英国舰船 逃往了香港 王军魏简介石 曾经说 魏邦平 涉案颇深 咬定了魏邦平 就是受了 港英政府 200万元的贿赂 阴谋 推翻革命政府之人 但是 撂案之中 与港英政府 勾结 这个事情 是能见度 最低的一个问题 迷雾重重 至今 仍然没有一个 明确的结论 和确凿的证据 那么同样 我们先简略的 介绍一下 魏邦平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魏邦平 是很早就追随 孙中山先生的 一个重要的军事将领 他曾经在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 骑兵科学习 后来呢 回到国内 在广东讲武堂 任教官 在现在革命爆发之后 魏邦平 成为广东陆军 重要的军事将领 而更为难得的是 他始终 坚定不移的 追随着 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魏邦平 曾经担任 广东陆军 第三师的师长 在越军中 有了非常高的名望 他曾经出任过 广东省会警察厅长 广东全省警部署处长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他曾经在雾州 仓雾县 率部队 经过三个昼夜的战斗 打退了贵军 鹿龙亭部 孙中山 在广州就任 非常大总统的时候 任命魏邦平 为广州市的 卫戍司令 陈建明 叛变革命的时候 也正是魏邦平 护送孙中山 到虎门 登上了永锋剑 并且派自己的 侍从副官 到广州 找到了宋庆龄 护送来与孙中山 宠聚 那魏邦平呢 也是国民党右派 对孙中山 进行国民党改组 持不同意见 因此 他提出了辞职 闲居在广州杀面 蒋介石曾经邀请他 重新执掌 粤军纪三师 但是被魏邦平 谢绝了 尽管魏邦平 长期的追随孙中山 但是孙中山多次动员 邀请他参加中国国民党 都被魏邦平婉拒 魏邦平的理由是 军人无党 孙中山还曾经当面 想授予他上将的军衔 魏邦平借口 避免引起党内的分歧 一再推辞 表示保持中将衔 已经足够 那么在廖正凯被刺一案中 关于魏邦平和港元政府勾结 拿200万元进行贿赂 打算推翻革命政府这件事情 从现在所有公开的资料来看 属于空穴来风 子虚乌有 首先关于这个200万元 这来自于汪精卫 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里边 提出的这200万元的事情 他说林志勉 共词里提到 在他参与倒料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这是一定成功的 因为香港方面 有200万元的帮助 林志勉听到这句话以后 感觉不安 从此就脱并 不管这件事情 200万元之说 来源于此 那么林志勉 共过这番话吗 后来查阅 林志勉所撰的党域一文 他是这样写的 他在回答 关于200万元的询问的时候 林志勉的回答说 不知道 只是好像听邓泽如提起过 并且封闻魏邦平有谋反之说 但是并没有确凿的消息来源 而在汪精卫的报告里 还提到杨锦龙 也讲到过200万元的问题 但并没有说明细节 没有交代 说杨锦龙是在什么情况下 向什么人讲到这一点 因此这200万元的说法 完全没有清楚的来龙去脉 没有确定的来源 那么自然他的真实性 也是疑点重重 而当初将魏邦平 说成是廖安的要饭 和这200万元 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这200万元 没有办法查实 渐渐的潜逃在外的魏邦平 也和胡雨生一样 逐渐淡出了办案者们的视线 到了陈公伯的名单中 魏邦平只不过是一位 失忆的军人而已 那么到后来 魏邦平甚至都没有像 朱卓文那样 受到明令的通缉 据魏邦平的亲属 所撰写的一份资料 大约在1928年的时候 魏邦平携子女游离日本 与何湘宁 在俄国皇后号邮轮相遇 据说何湘宁当时当面 就对魏邦平说 当年任你涉嫌主谋 孰不应该 真该说对不起你 魏邦平是在1935年9月逝世的 当时国民政府西南政委委员会 发出了包扬魏邦平的通令 1936年广东省政府 还将魏邦平的故乡 命名为邦平乡 以包扬他对广东革命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真正被汪精卫 以及廖岸检察委员会 指出的廖岸的主谋正兄 这个人就是朱卓文 朱卓文在1896年 他就赶赴美国的旧金山 追随在了孙中山的身边 朱卓文从小习武 身手很好 他到了美国以后 受到孙中山的鼓励 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 所以他会开飞机 是中国最早一批飞行员之一 1910年的时候 清朝的海军大臣 贝勒仔巡 访问美国 朱卓文曾经和他的同乡 同是旅美中国同盟会会员的 邝佐治 策划刺杀仔巡 后来被美国警探发掘 而进行追捕 当时朱卓文 侥幸逃脱 那么邝佐治呢 被捕 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14年 现在革命成功之后 朱卓文追随着孙中山 回到广东 他在广东期间 历任了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 广东的兵工厂厂长 他在担任航空局局长时候 组织了两个飞机队 为广州革命政府 发展航空业 走出了第一步 在他兼任广东兵工厂厂长期间 他领导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赶制枪械 及时送交革命军 在陈炳明发动叛乱的时候 孙中山的卫士大队枪械尚未领足 幸亏朱卓文 给孙中山的卫士大队 补充了一批机关枪和步枪 这才使得在陈炳明的军队进攻总统府的时候 卫士大队用刚刚领到的机枪 暂时压制了陈炳明部的进攻 保护了宋庆龄的突围 那么朱周文呢 也是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反对国共合作 和廖正凯在政见上 非常的对立 而廖案的案发现场所识获的陈炳的手枪 被梅光培认出是朱周文的用枪 而且被该手枪填写枪照的郭敏青 列明于陈炳分银单上的梁博 以及陈炳死前陆续提到的那些涉案人物 大多都是朱周文的旧部 朱周文曾经公开就有反料的言论 被检举曾经在文化堂扬言非要杀了廖正凯不可 所以朱周文被认为是廖案最直接最主要的涉案者 而在廖案发生一年之后 潜逃在外的朱周文发表了至海内外同志书 其中朱周文对廖正凯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 他说廖正凯丧心病狂 羡慰共党 继而卖党 终且卖国 他说反我同志 谁不欲得而甘心 他说廖正凯的被刺 实为民最后之裁判 这段话表明 对于廖正凯 朱周文的确是有怨恨之心 并且有加害之意 后来呢 当风波慢慢平息之后 朱周文也曾经自己表白过 他对杀廖正凯之事 的确是曾经有预谋 并且有布置 而且部分的行动也已经开始实施 但是他所进行的布置 因为计划的泄露 而半途作罢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真正廖正凯被刺一案 与他没有关系 但是他也承认 在廖正凯被刺杀之后 他曾经拿出钱来 帮助涉案者逃离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参与到廖正凯 被刺一案中的这些 现场的杀手 大多数都是朱周文的老搭档 老部下 而这里面除了梁博和郭敏青 被捕并被处死之外 其余大多数人都没有被抓捕归案 朱周文涉嫌廖案的情况 因为关系人数多数漏网 其内幕有很多不够明朗的地方 比如说关键的证据 陈顺的那把手枪 梅光培认出这是朱周文 曾使用过的配枪 但是陈顺自贡 这个枪是在金陵酒店 通过滇军的军官买来的 那么这个枪到底是怎么来的 关于朱周文 与廖案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黄福之的关系 黄福之是否受到了朱周文的指使 而主导自杀廖洞凯的全盘计划 当谋杀计划一度作罢以后 是否又是在黄福之的主使下继续执行 还有朱周文说的那位陈锐 也就是他掏钱 让其潜逃的事案主要成员 陈光博说的那位李天德 他们是不是涉及 暗杀的主要成员 而朱周文的背后 还有哪些人物 这些到今天 仍然是没有清楚的答案 所以朱周文涉案的内情 能见度也是非常的低 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供述 再加上朱周文后来自己的陈述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朱周文的确在这个案件中 涉案非常之深 所以呢 他一直都是广州当局 吉普的主要对象 案发之后就遭到追捕 屡次被通缉 朱周文本人呢 也一直处于一种潜逃的状态 但是后来他化名朱元鼎 出任过中山县土地和建设两居局长 他曾经密谋要推翻陈继堂 那么在1935年5月 在中山被捕 被南天王陈继堂下令就地枪决 整个廖正凯被刺一案 扑朔迷离 牵扯的人物之多 影响之大 都是大革命时期 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含有的大事件 廖正凯是1924年 国民党改组的领导者之一 他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 也是孙中山三大政策 重要的继承者和执行者 他被谋杀 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 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也使得中国共产党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 汪精卫和蒋介石通过查办料案 实现了排挤胡汉民和驱逐徐崇志 那么关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这次联手 是他们两个人自发的进行的一次合作呢 还是说里面有包罗亭的作用 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也可能汪精卫 蒋介石 包罗亭 在整个料案的办案过程中 各怀心思 都想左右历史的走向 包罗亭曾经说过 从徐崇志离开时起 一切立即进展神速 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 我们的决定 始终得到准确无误的贯彻之行 所以可以明确的说 在胡汉民 徐崇志 被从广州革命政府的权力核心 驱逐出去之后 最后在短时间以内 包罗亭 汪精卫 蒋介石 都认为 形势的发展 将会有利于自己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 胡汉民 徐崇志 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之后 国民党右派 就失去了 他们在国民党权力核心里面的代表 而国民党左派 在廖仲凯被刺之后 也同样失去了 他们在国民党权力核心中的 唯一代表 因此 在廖仲凯被刺之后 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就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而要想找回平衡 就意味着权斗 意味着 相互之间的刀兵相见 意味着相互之间的 抨击和诋毁 所以看上去 汪精卫 蒋介石 包罗亭 都得到了各自的所需 但这种成功 只是暂时性的 短期的 因为天平 已经被彻底破坏了 更大的冲突 注定将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 大革命会失败 为什么国共会破裂 为什么鲜血到处在流淡 恩海先生 是国民党元老 他是三大政策 最坚决的执行者和贯彻者 他的被刺 不仅仅是国民党左派的重大损失 同时他也是国民党右派的重大损失 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 也就是说 廖正凯先生的被刺 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也是我们中国的重大损失 廖正凯被刺 意味着在辛亥革命前后 为了中国的富强 为我们民族崛起 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 中国的革命力量 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裂 并且最终走向对立 这是我们国人之商 也是我们民族之商